这不是第二季 跳扬 东方先人 看 这牙的过程姿势不好看 重跳一遍 道远 我只是来试镜的 不用这么认真吧 这是个修真玄幻剧 部落戏很多的 对演员的身体协调性 有很高的要求 从高空追跺的戏 能直接看出 你适不适合这个角色 重跳也可以 你能给我换一个 后转的电子吗 没有 好吧 我再跳一次 好 导演 这次怎么样 这次很好 你已经通过了世界 真的吗 太棒了 可是 我觉得跟刚刚跳的 没有什么区别啊 能问问你们通过的标准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动作戏很多的剧 所以命大才是最重要的 你跳两次都好发无伤 说明你很适合这个决策呀 我还有时间考虑一下吗 可以 充满左转 演员休息室 可以去那考虑 我叫东方坚云 是个专业的演员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了 就在昨天 胸坑的剧组找我示茧 说是让我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刚刚示茧来看 这个角色太危险了 如果这是打打杀杀不出彩的角色 不还是不了解了吧 这不是最近在云上 靠模仿大咖组红的网红组合吗 这不是东方老师吗 你们认识我 当然认识了 我和星恒还模仿过你呢 能被网红模仿 证明我还不算太过气 是吗 模仿过什么呀 一个过气演员的日常 模仿我很受欢迎吗 特别受欢迎 还有老铁素有挺呢 这样啊 能让粉丝喜欢 我很荣幸啊 我多问一句 你们在胸坑里演什么角色啊 我演一个备受师兄师姐 呵护照顾的宝宝 我演一个 几万千丑爱余医生的大美女 听起来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呢 两位年纪轻轻 就能遇上这么好的机会 一定前途无量 我看好你们哦 我们也这么想的 一会儿见哦 东方老师 他们两个跟我穿一样的西服 看起来是一个门牌的 跟两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同盟 我怕不是个炮灰吧 这么危险 演个炮灰不值得呀 这不是当欧红的小鲜肉 尹飞鲜和工长社吗 听说他们俩不合 居然出现在同一个聚组 真是精彩 东方姐妹 你认识我 当然是 龚某从小看你的戏长大 龚某就是因为东方前辈 才当的演员呢 像东方前辈这样 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是我们新人的榜样呢 得意双心 不就是过气了吗 飞鲜 你怎么能这么跟前辈说话 从小看我的戏 意思是说我老吗 这是我过气 算了 人家是流量的 我忍了 能跟两位当红流量 出演同一部戏 真是太荣幸了 不知道两位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龚某演一个虽然身有残疾 却正值果敢 无力值超群的正义侠士 可以说是一个门牌的希望呢 我演一个身世凄惨 天赋异禀 正魔两道通吃的绝美少年 可以说是全天下的希望 请问 你们和剧里一个叫东方先云的角色 是什么关系啊 相亲相爱 相爱相杀 这么胆怨的女神 这人怕不是说话不成了 跟他们有这么亲爱的关系 看起来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我搞不好还能测一测新人的热度 隐相凤 我到里同学 哈喽 你起初吧 你是我们个人的影迹 也会的大咖 我还是个跑龙套的 太丢人了 我还是避开吧 东方先云 隐相凤 这么巧啊 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我一直想要跟你合作呢 可惜在哪个剧组都见不到你 可能是当期错开了吧 你看 这不就见着了吗 放心吧 只要我在剧组一天 我一定会照着你的 跟影后一起拍戏 我当然放心了 太好了 有她照着我 出什么事都不怕了 对了 请问你这次跟组几天呢 半天 为什么 因为我太贵了 他们请不去 易老师 他们喊我了 稍后再聊 东方仙云 杜盈老师 你也演这部戏啊 杜盈老师 我大学时候的表演老师 我不光是演员 我还是这个项目的制片人 听导演说你还要考虑一下 我没听错吧 你就接不到戏还要考虑 宁却无赖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演员 老师 您能不能透露一下 我演什么角色呢 主角 主角 我真的是主角 没错 王虎 刘亮 迎后 都给我当配角 没错 为什么呀 因为主角戏多 你便宜 老师 你这么直接 不怕伤我自尊吗 不怕 那么 便宜是多少钱呢 时生之间 谈钱多伤感情啊 别呀 谈感情多伤钱呢 我还是谈钱吧 喂 喂喂 那个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我我我先走了啊 别呀 老师 我们还没聊完呢 我还是要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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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还是要谈点 我还没了